從這演講看不出年紀 我為什麼在乎這個事 他是這樣 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76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 他如果是1976年出生 他出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 他如果1970年出生 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情是 在中國大陸的人 有兩件事是非常 嚴重的影響他們的人 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因為1966到1976整整十年 很多知識分子自殺 而且是原來左翼 很紅的 紅就是共產思想很深的 但很多人都被迫自殺 然後 很多人錯學 我看到一個最厲害的 大陸的學者 我蠻喜歡的一個學者 細節我記不得 他是初中初一左右的時候 就 被下放 他們叫下放 勞改 他被下放到農村 然後完全靠自給自修 把高中跟大學的課本全部讀完 非常厲害 他們那種聰明的人的那個聰明程度是我們很難想像 我那一天無聊稍微算了一下 13.8億人口的意思是 他們只要每一個人 我們把台灣2300萬人放在一個超大游泳池 站起來 大陸每一個人提半桶水來 倒進去 就可以把全部台灣人淹死 吐口水還不至於 我算過 大概是一瓢水或者 一瓢水到半桶水之間 那但是 他們有兩個非常嚴重的事 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 像我在電橋碰到一個 跟我 比我年紀長將近10歲的人 我32歲出國 碰到一個比我長將近10歲的人 那個學習歷程就非常可憐 所以我們在想像 在想像理解大陸的人的時候 要稍微 要滿注意他這個 年代背景 差異太大了 一個長我10歲左右的人 後來 跟我談的時候表現出一種非常的畏縮跟沒有自信 他是到 劍橋進修一年 後來我了解了一下他的背景真的很可憐 小時候 小時候批孔陽情 不能讀古書 然後反美帝 是不學英文 所以他的 程度就是 簡體字很簡單的水準 加俄文 認真的人就是想要學俄文 後來反書修 後來反書修 一反書修他二文也不能用 所以那個姿勢整個是 破碎零碎掉的 這是第一個 長我10歲的 比我稍微年輕以及年紀跟我差不多了 碰上 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在大概55年左右出生的人 到了1966年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來了他10歲 1950年 1950年左右出生 文化大革命說 1955幾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可能剛好就小學畢業 初中 就突然被嚇到好多年 然後一回來 特許考大學 這叫老三界 那AP人也是非常厲害 就整個教育是破碎的 可是就有能力靠自己 把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的課把它補完 完全靠自修 就在農村喔 我一個非常欣賞的一個經濟學者 是 在大陸 先靠自修 把電機系的課全部學完 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人家鼓勵他學英文 他沒有學過英文 連發音都不會 後來有人給他出一個點子 他說你電機系的課你通通都懂 那這樣 你去找一本英文的電機系的任何一本英文教科書 你就靠讀教科書來學英文 他們這樣也行 他媽去舊書攤幫他買了一本破破爛爛的電機系的教科書 好像是電子學教科書 他竟然用他的知識去硬把那個英文然後配這個字典 他這樣把一本讀完了然後把英文學起來 然後 縮士班就不念電機了 他連大學課都自己修了 自己修完了以後 縮士班直接去考 經濟學縮士班 超級厲害 之後念了經濟學博士 非常出色的一個經濟學的學者 好 這就是老三界 50年出生 我為什麼這麼注意這些事情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因為到了許吉儒 你們知道有沒有注意許吉儒哪一年出生的 他有非常獨特的意義 會出現許吉儒這樣一個人是很 很特別的 就是說你看中國大陸你再也不要再像以前那樣看 他代表一個全新的世代 那錢海英 不是一個全新世代 錢海英我在盤算他很有可能1976年左右出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 中國大陸另外一個重大的事件 叫1989天安門 這兩個 這兩個事件對中國大陸的發展 其實是影響很深遠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就是 所有東西都破碎掉 所以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一直在 在清華在台灣一直在提倡一件事 台灣 我那時候就已經很早就警覺到 大陸只要有一天 他的經濟產業一崛起 我那時候形容 大陸就像個 龐大的黏土記 台灣呢 就像一隻小螞蟻 大陸所到之處 寸逃不勝 他如果不小心在路過的大馬路上 把台灣這隻小螞蟻黏死了 你不要用陰謀論說什麼 他不讓台灣人活 他怕你黏死他根本都不知道 我很早就警覺到這件事 因為13.8億人口這個是太龐大 而且我早期在為了 為了協助台灣 思考怎麼樣協助台灣 產業技術升級 我那時候就已經發現了 大陸有非常好的 基礎可以在 非常短時間內產業技術 極速升級 因為 大陸的傳統的 學術 他們以前的大學教授升等 是要寫獎益 不是發表論 發表論是這些年跟台灣人學的外風 本來他們是學課本 寫課本寫獎益 他們都是 蘇聯制跟德國制 所以我曾經幫一個廠商發展精密的油壓法 我那個開發過程 簡單的不得了 你們很難想像 我就請那個董事長去大陸 大陸有一個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有一個油壓技術學院 現在規模縮小 以前叫油壓技術學院 油壓技術學院有一套 油壓技術手冊 1.5公尺 我請董事長把他全部引用過來 然後呢 我就坐在我的研究室 我把那個書每一側的目錄翻一翻 挑出 做油壓法所需要的所有材料 大概是六十幾頁 我叫研究室把他讀完 然後把他寫電腦程式寫出來 然後油壓法就這樣開發出來 所有需要的技術資料大陸都已經整理好了 因為蘇聯跟德國都整理好了 大陸就是一個人升等翻譯一套資料 另外一個人升等再翻譯一套資料 因為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 湊老酒要跟工農兵學習 那個上山下鄉死了非常多人 可是呢 後來的結果 卻也造成了中國大陸非常獨特的一個特性 知識分子對農村 跟工廠的了解 絕非台灣這些留學生所能理解 跟想像 這是另外這一批就是 文化大革命的這一批 他們 後來有些人去回憶那段時間 寫的文學叫傷痕文學 那個張藝謀有些電影就是 在寫那一段時間的東西 比如說 山極 山極樹之戀其實是一個美國人寫的短篇小說被張藝謀改的 鞏立的那個我的父親與母親 不是不是公立 張子儀的我的父親與母親 其實就是在講那個下放的時候 青年學生下放勞改那一段時間 好那個是顛簸不定的那個時候 文化大革命1976結束了 結束以後四人棒下台了 沒有多久 毛澤東也死了 沒有多久 鄧小平上台 其實中國大陸沒有人搞得清楚方向 當 大概1980左右吧 鄧小平開始 小規模的 解放市場經濟 那時候中國大陸的人 沒有幾個人敢發財 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有錢的全部被鬥死鬥垮了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有釋放過小型的 就是在 集體經濟的基礎上釋放小型的私有經濟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做過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群人全部被鬥臭鬥垮鬥死 有興趣看這一段歷史的人可以去看一部電影叫《芙蓉鎮》 劉曉清 成名做之夜 那時候劉曉清年輕 甜美可愛 他就描述那一個文化大革命那一種鬥爭 他的那個先生現在也蠻有名 叫漁文還是什麼 讓子彈飛的導演 江文 江文 江文就是那個時候跟那個 劉曉清認識 兩個人是演這部電影《男女主角》 那所以到了1980年代的時候老實講 大陸還沒有人敢有錢 就經濟解放了可是 大家不敢有錢 新房 沒有解放 中國大陸人還活 那個文化大革命那個鬥的之兇不是你們能想像 有興趣我覺得就是要去看《芙蓉鎮》啦 那個是鬥到兒子鬥親爹鬥親娘 別說什麼學生鬥老師那個人是家常便飯 兒子鬥親爹鬥親娘 畫清界線 哇一大堆這種事情 非常的多這種事情 那真的是 慘絕人倫 所以經過文化大革命 沒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任何人 夫妻可以彼此背叛 情人可以畫清界線 好多這種事情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發生 所以文革之後的中國人 我有時候會講那是跟台灣人不一樣的華人 那是很獨特的一群華人 所以很多的 大陸人不願意去回憶文化大革命 很多的大陸人 不敢面對文化大革命 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幫 就是那個時候念小學的 這是另外一批人 那個時候叫洪小兵 小學畢業 跟著 高中生 國中生後面去打砸牆 跟著起後 把人打死 有這樣子的小學生 然後 幾年前吧 自己回憶 自己回憶 然後懺悔 因為睡不著覺 每想起自己小學時候的那一幕睡不著覺 無法面對自己過去的人生 1976結束對不對 錢海英 要不然就是 文化大革命之後出生的 要不然就是 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 他還不太懂事 起碰 起碼應該是 沒去參加過打砸牆的人 也沒有被下放勞改的人 但 那個 生活的氣氛是什麼 我不確定 那個時候在政治上面很可能還非常的 肃殺 就不知道哪一年 因為文化大革命76年結束 他如果76年結束 出生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束 他如果74年就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 但反正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才懂事啦 這個是可以確定的啦 所以你看到錢海英的特色沒有 你 你不去看那我不給你那個背景資料 你不會知道他是在大陸長大的 他是在大陸念完大學喔 他是在大陸念找到第一個工作 第一個工作是香港老闆喔 他所謂的他是IBM的在IBM工作的 那個IBM有可能是IBM在中國的分部 而不是 美國的IBM 那我不確定 我第二件事 錢海英不只是英文講得好 英文的發音非常的好 幾乎沒有中國人的強調 那這個事情是怎麼來的我不知道 不過錢海英你可以看到是一個 非常 非常可愛非常坦然的一個女孩子 我剛看到那個節目的時候我以為他是 美國長大的ABC 聽他講起來太像ABC了 我後來一直想要找他的成長過程的資料找不到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既是迷又有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找不到他其他的資料 簡單的解釋兩個 一個是他不想讓人家知道 這個是有趣的事 另外一個是說 他不像人家那麼愛炫 他也不覺得有必要去講 這兩個都很有趣 所以 錢海英是 1970年代出生 遠離政治的狀況下 長大的人 可是 對活著的那個熱情是 那麼樣子的深刻喔 那麼強烈那麼深刻喔 跟我們平常刻板印象中的所謂的 大陸人 差距很大 其實不只他在他之前的人 我們對於所謂的極權主義 有 鐵幕國家有非常多的刻板的想像 我曾經看過一部 俄國片 在史達林開始的時候因為迫害一擊 因為國際共產黨一直有所謂的路線之爭 蘇俄革命也一直有路線之爭 史達林上台 把跟他路線不同的就迫害 毛澤東 某種程度上就學了史達林 那這個迫害的過程就 這些會有不一樣意見的 只有兩種 一種是 軍人 拿幾槍桿子就幹 這些大概都被打死了 還有一群是什麼 知識分子 很會想事情的人 這群人就是 動筆 動嘴 所以呢 這群人通常不會被殺死 但是會被勞改下放 所以在史達林 這故事的背景就是 史達林的時代把一群 非常 而且又是 有熱情 有理想 敢堅持 敢犧牲自己 為了公共福祉說話 這群人其實是一個社會裡面最棒的一群人 但是在 共產社會裡頭 幾次都這樣 蘇俄跟中國 這兩個國家太典型了 水掌權就把這一群人 幹掉 方法就是 下放 勞改 那在 蘇俄呢 我們讀過 杜斯托爾夫斯基的小說就知道 破壞政治犯的方式是法 流放希伯利亞 車動的比 核電廠是哪裡 其實他最早的 起源就是 第二時代 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希伯利亞 故事背景就是講 有一群這樣的精英 被流放到希伯利亞的 礦坑裡頭去 每天 就是在 白天就是在礦坑 晚上 才上來 放風 一小段時間 就要回宿舍睡覺 這裡頭有一個人 被他們稱為 蘇格拉底 他原來是哲學教授 他每天晚上一聽看 利用放風的時間看信息 然後在礦坑底下思考的是 最抽象最頂尖的事情 那部電影再講一件事 人的身體被 不管人的身體被如何的壓榨 迫害 不管人的嘴巴被如何的封鎖 不管人的筆被如何的禁止 沒有沒有任何制度 有辦法 禁止人對 真理 熱情 理想 的渴望 只是 他不說 他不寫 你不知道他存在 所以我們對共產社會 鐵幕 不能有太刻板的印象 那 所以 雖然說錢海英這樣子的一個人物出現 其實 確實是讓我嚇一大跳 就 這麼有教養 非常有教養 這麼斯文 講話這樣 嘻嘻聲嘻氣 一點都不誇張 非常的含蓄 但卻非常的迷人 大概在中國大陸 他的那個年代是不常見 但 不是絕無幾年 再下來是許吉汝 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我特地提他出生年份 92年 很多人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 是因為鄧小平 南巡講話 南巡講話的確實日期我現在記不太得了 大概是 1990左右 那 他在南巡講話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那個時候就是有人又要反右整風 反右整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術語 反對 右派的修正主義 要 鄭素風氣 那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開始有有錢的人跑出來了 然後 就 有些人 看不下去 然後要求 就開始放話 亂放話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講中國大陸 那個放話的藝術 我覺得也不是中國 也不是台灣人有辦法理解的 好 那個放話 反正就放話 放話就是 就是要求反右整風 鄧小平在那一次南巡講話定了條 他叫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所以就是結果論 也就是拋棄意識形態 拋棄教條主義 很多人說因為這樣 所以中國大陸 開始 經濟發起飛 其實簡單一句話就是 中國人敢有錢 這個事情跟我們在讀那個 霍布斯邦的那一個歷史書的原因完全不一樣 我們在讀革命年代的時候 人從土地上被解放 一個是因為民主政治 一個是因為工業革命 兩大革命 在中國大陸不是 在中國大陸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中國大陸跟印度 都一樣 他們的經濟起飛是什麼 意識形態解放 兩個都從社會主義國家定了掉 就不再以社會主義來前置 社會的任何發展 那在中國大陸 這是最特別嚴重的一件事 因為 文化大革命使得沒有人敢有錢 就整得一塌糊塗 1989定了掉 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天安門事件 事情鬧到這麼大 大家都認為會有 秋後算帳 沒想到秋後算帳的那個規模 這麼小 這件事 加上南巡講話 讓 大陸的人 吃了襯托鐵了心 認定 文化大革命不會回來 意識形態不會回來 不會再有反右整風 所以 每個人都敢有錢 包括 官商勾結跟貪污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了解 中國大陸另外一個 非常要緊的另外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人把這個叫做灰色經濟 就是 因為這些錢的交易都是不能讓人家知道的 所以 在任何官方跟民間跟學術的討論中 這些經濟的活動量都是看不到 比如說 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消失 有些人就說沒有這件事 中國中產階級 非常的厚實 有人這樣講 沒有人真正知道答案 主張這樣講的人 講了一個案例 大陸某個學校 我們以前有惡補對不對 我們的惡補是 兩個惡嘛 一個是亂補 還有一個是 老師很惡劣的跟學生要錢對不對 記得嗎 月考要考的故意上課不講 有補習的人才聽得到 有沒有 有人跟我講 中國大陸就有這種案例 這種案例就是 老師開學的時候跟同學講 一個人收五萬塊人民幣 你可以一次繳五萬塊 或者 開學繳三萬 其末再繳三萬 利息一萬 利息一萬 半年利息一萬 我不知道 這些事情你無從查證據 因為都是傳說 據可靠消息來源 台灣現在報紙差不多都是這樣 據可靠消息來源 1989 整個中國大陸 天安門 為中國大陸的 禁忌劃了一條線 就所有的只要你 只要你不是掌權的人 掌權的人照樣鬥爭嘛 這個 江派啦 習派啦 那種鬥爭是鬥得一塌糊塗 台灣人老是搞不清楚狀況 比如說吧 代曆人事件 在中國大陸沒有代曆人事件 叫趙薇事件 叫趙薇事件 代曆人事跑龍套 台灣把他講得 大得不得了 那個公事有話好說 講得義憤填膺 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 打壓台灣人 那回事是 第一 不是官方媒體 在這件事情上炒作的人 叫 共青團 共青團是官方媒體嗎 誰告訴你的 經過蔣家統治人 為什麼老是到今天還搞不清楚狀況 蔣家統治的時代 情治單位至少三個系統 但是自己內部在鬥爭嘛 共青團 就算是共青團打壓這件事 共青團打壓對象不是代曆人 是趙薇 根本不是代曆人 打壓趙薇 說他用台獨分子當主角 矛頭是指向趙薇 不是指向代曆人 代曆人只不過是人家借顧 話題 然後這一個 這一場鬥爭 從代曆人開始 接著馬上就轉 是趙薇 國旗事件 就是趙薇跑到美國去登上一個時裝雜誌的封面 然後穿的是一件韓國人設計的衣服 那個衣服看起來就像日本國旗 叫做日本國旗事件 叫做日本國旗事件 趙薇那是被罵的高血年頭 然後下一篇 然後下一篇 下一篇 就直接罵 趙薇的乾爹姓喜 然後馬上就順便說 趙薇的先生投資了馬雲 然後趙薇的乾爹姓喜 喜什麼 習近平啊 趙薇的乾爹怎麼會是習近平 真來假的 我不知道 但是說他乾爹是習近平 在說趙薇的先生投資了馬雲 他在講什麼 那個非常複雜的影射啦 你可以隨便你去聯想 那中國大陸搞鬥爭 那個根本不是韓人這種簡單的腦袋所能夠理解的 你可以聯想第一幾件事嘛 所以 馬雲背後是誰 是趙薇的先生 那趙薇的先生怎麼有那麼多錢來投資馬雲 馬雲是首富還需要人家投資嗎 那個投資是投資什麼 錢嗎 還是 特許證 那趙薇的先生可以給馬雲特許證嗎 可以啊 那他沒有那個權利基礎啊 那所以假如有這件事 那趙薇先生的特許證是誰給的 他乾爹姓喜的 所以人家是非常複雜在談這些事情 然後台灣人就呆呆的說 中共媒體打壓代理人 根本什麼鬼扯嘛 然後呢 話事情話人到這個階段 馬上一個專門替習近平辯護的一個人 就在微博上撇文章 開始批共青團 然後接著就是習近平公開講話 像共青團這種 團體 應該解散了吧 然後接著就人民日報 一篇大文章 打壓共青團的 罵共青團那一系列的文章 所以誰是官方媒體 對啊 我們不懂人家在搞鬥爭的方法 所以 權力核心照樣鬥 權力核心照樣鬥這件事情老實講 不是共產黨的問題 你只要讀一點點歷史書你就知道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 舉一個例子 唐朝最有名的叫玄武門事件 唐太宗原來是老二 在玄武門 殺了當時的太子他的大哥 連帶殺了他自己的三弟 連帶把他大哥跟三弟所有後代全殺光 然後自己變成皇帝 為了是什麼 不是因為他想要當皇帝 因為他大哥想要殺他 他大哥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有人禁禪言 說唐太宗的能力遠超過他大哥 如果不殺了唐太宗 遲早是個禍害 所以 類似這種 宮廷 的 這種勾心鬥角 這個是 所有 國家的 宮廷通通都有的 所以英國才會 最後 乾脆立憲 規定所有王位繼承人的順序 沒有任何人能改 今天的英國女王非常討厭查爾斯王子 很多人都說 他希望查爾斯王子比他早死 然後他可以撐到查爾斯王子死了以後 直接傳位給他孫子 但是 這麼討厭查爾斯王子 他就不能改變 繼承順序 繼承順序直接就寫在立法 他們是從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人 跟王位繼承有關的人 在出生的當天 就直接把他的順位就排上去了 所以才與不才 賢與不賢 反正對英國人來講 他們最後的覺悟就是 找到雍君 只要不是昏君 找到雍君 還是好過於宮廷內鬥 兩岸鄉全局基金嘛 那在中國的這個 哎呦拜託那個中國那個中原之大 那宮廷內鬥之複雜 那不要講這個 你們知不知道那個什麼 台灣一個 台灣一天大人都出這種事嘛 王永慶一死對不對 台灣不是這樣 一個有些人一死對不對 馬上 遞幾房 還不知道是婚生子還是非婚生子 就突然就跑出來是不是 然後宣佈要凍結財產對不對 不可以分對不對 要開始清查對不對 在我爸死到 念遺詛這中間的十個小時 有多少秘辛有多少事 所以 目前的 共產黨的高層 權力核心繼續內鬥 你不要講說跟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那個就是權力核心就一定會鬥 財富的核心就一定會鬥 所以我們這就不談了 1989最重要的意義是 只要你不在那個核心 你可以安居合約 我是不小心看到 許吉如的演講 嚇一大跳 中國大陸什麼時候出現 真有自信心的人 我以前對中國大陸我最害怕的 叫 自卑 變相成為自大 那種人手段會非常的多 可是只要中國大陸自信心真正建立 對台灣是安全的 應該就不理你了 甚至於你去惹他去聊播他 他可能教訓你 但他 不見得 會用極端手段 老實講我們現在就是 他在教訓我們 你要去中南美 宣誓主權獨立是不是 來啊 看你去哪幾個國家 台灣的邦交都是買來的嘛 一個留學生在網路上講 聖多美斷交了 他的朋友 跟他談 重點 不是聖多美 不是斷交 你們台灣那麼大 我們歐洲大家都還起碼只要有個台灣 你們 我從來都不知道一個叫聖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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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國家嗎 你們為什麼幹嘛去跟他們建交 不是因為只剩弱國願意跟我們外交 是因為只有國家小到那麼小的時候 我們的錢才買得到 我們外交全部是買來的 我們外交經費也只有那一點點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那一點點錢能買的就那幾個國家 你用錢買外交 神經病 剛剛不是講了嗎 13.8億人口 一個人捐一塊錢就是13.8億 你台灣能編多少個13.8億 你錢買來的外交他當然可以用錢把你的外交給 切斷掉 你根本不用在那邊 喔義憤填膺講的什麼什麼什麼 沒必要 講這些真的沒意思 因為這單純就是人家要不要教訓你就這樣講完了結束了 他們有自信對台灣是好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一直都搞不清楚自己 現實的條件 一直沒有站在自己的現實的條件上去思考台灣人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舉個例子 台灣是地狹人仇 物資貧乏 我們這樣國家動不動就抄襲美國政策 美國叫地大物博人淹稀少 那所有的基本條件都完全相反的地方我們在抄人家的 東西 我們對中國的了解 我最近是跟一個民進黨 算蠻核心的人聊天 連他都氣得要死 他是賣高價品 民進黨那個 年金改革委員會 結論都沒有做出來 軍公教人員買東西 全部都縮手 他自己的生意 剩不到一半 氣得壞氣瘋掉 他說他說還有另外一個民進黨的長期的支持者也 氣得壞氣瘋掉 說 找了幾個不三不四的政策 變成這樣猛烟大補 就是 整個台灣 社會 全部都是這樣 昏昏沉沉的 烏雲遍布 我看他去基礎的時候才重新去查 1992 最大特色是什麼 天安門事件之後生長 所以當他在講那個 安全感的時候 我聽他的每一句話都很刺痛 你知道嗎 那個沒有安全感的 不只是以色列跟叙利亞吧 他講 以色列講 每一句都跟台灣 牽扯得上 台灣是還沒有戰亂 但是整個經濟讓人家 真的不放心 我最近又聽到 有人因為專門玩股票 對台灣的產業有研究 根本 不是那一種人 就 第二個孩子想盡辦法送太太去美國 故意要去美國生一個美國人 以便以後逃難的時候可以用疫情的名義 我最近常常想的一個題目叫做 愛台灣是很辛苦的事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死上 看著他一直往下掉 不過大陸當然 其實有很無聊的事 那個 我給你們 給你們看那部片子 其實 我只看那部片子 我還不太相信 我以為說 這就是個演講節目 颱風很好 對不對 我第一個嚇一大跳 怎麼看起來真的很有教養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我特地為 寄給你們的link裡面有一個是那個 他在清華大學 畢業典禮時候的演講 我本來以為 他們這些 一胎化出來的小孩 全部都是我形容詞裡面 所謂的死小孩 就目中無人的小孩 就不是 真的很有教養的人 這種人在 中國大陸的人口裡面 百分比多少 我不知道 我無從去推估 我只是看到這個的時候 尤其許許吉魯這一個案例 讓我清楚看到 中國大陸的新的一代 出生 當然有一批人被叫做 小粉紅 小粉紅就是在網路上面 很好笑的一群人 技術能力很強 只要他們覺得誰得罪了中國 只要他們覺得誰得罪了中國 他們就 他們是一群駭客 只要他們覺得誰得罪了中國 就 就去把人家的首頁 洗版 然後插旗 他們很喜歡插 那個五星旗 然後呢 下面會學 因為你 怎樣怎樣怎樣 中國大陸 中國是得罪不起的 這群人叫小粉紅 也有這樣子的人 的同時 許吉魯其實他的那一個演講 有點戲劇化 但那個心情 我 我先是在那個 他接受一個 西方的媒體 我現在記不太的是哪個媒體 是紐約時報中文網 還是 BBC中文網 我記不得了 有一個專訪 他演講結束後接受專訪 這個專訪裡頭 他講他 為什麼要去講這個演講 他說其實是 他在 美國甘乃迪學院 碩士畢業 他在畢業的時候 畢業前 他跟另外一個大陸留學生 那個大陸留學生是學計算機科學 他們兩個在討論 是要留在美國工作 還是要回中國 然後 兩個人都很輕鬆 態度都很輕鬆 都是 在美國也好 在中國也好 但是在這樣談的時候 因為那個計算機科學的那個比他年長 就告訴他 其實找他們數年的留學生不是這心情 找他們數年的留學生 是 只要能留在國外絕不回中國 然後許基如才自己心裡感受到 非常強烈的感受到 原來中國跟美國 已經變成同等可被選擇 他演講沒有把這一句話講出來 要不然的話 中國大陸的那些小孩子會更狂熱的愛上他 他演講畢業的是清華畢業的演講 畢業演講是在清華大學 他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畢業的 對啊 那你現在怎麼會講到 然後他 然後他清華大學畢業以後到美國 對啊 念碩士 然後在美國碩士畢業的時候 他就演講 不是演講 就是要畢業的時候 他覺得他可以 留在美國跟留在大陸 發展機會一樣好 然後 因為這樣的一種感受 他才去回想 他去以色列 的 那個 調查 那個叫Kate Study 然後 才去參加 報名參加那個 我是演說家 這個演講 所以 我事先看到BBC的訪談 其實最有令我訝異的是這件事 就是說 在他們留學生的心目中 中國大陸跟台灣是一樣好 以台灣人的心情 這差不多是在 19 90年左右 台灣 留學生開始大量回國 是在1990 1990年左右 可是我覺得老師 那個 當然你講的這個是特例 而且這個 其實我在看 這個節目其實 因為反正只要是 這大陸的公開的電視 廣電局管道 這個 就跟台灣早期一樣 都有編成 所以這個都是 非常pro 中國 可是以我自己個人在 就是說我在 大陸深圳 或者主要深圳 或上來一些地方 我認識到的老闆 幾乎沒有一個例外 小孩通通在國外 那有錢的 就是包括高幹 通通在國外 薄熙來的小孩 到現在 火呱呱還在呀 回不來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他們國內 想要塑造的一個 他們想要教育他們的老百姓說 我們國家是這個樣子 可是實際上 就跟台灣 其實台灣也是一樣 我說 中國人大概都差不多了 政府講一套 對不起 老百姓做又另外一套 你講說國家多好的話 那是你們自己在講 我還是有辦法 我還是要出去 現在 整個 北美地方的房地產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是城市的 通通是 我去年 回紐約 那個房價跟我當初 已經是至少是漲兩倍以上 那我去我以前住的地方去看 很明顯 現在都是 都是中國人在買 還有印度人 不是只有中國 印度人 對房地產的情節 不像中國那麼種 這個 房地產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 直接這樣講 我跟你們說一個 房地產的事情 它是這樣 那個 西班牙的房地產 跟 愛爾蘭的房地產 那個都是一下 突然上去 突然一下崩跌 那個是國際資金在炒作 你想 你想一件事 這個絕對是發生的 這個世界上有一批人 他們 有獨特的國際觀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現在金融 全球金融自由化 錢可以隨時匯進匯出 而且是幾乎無節制 所以這個 已經好長一段時間 這個世界上有一批人 他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在全世界 利息最低的地方借錢 在房價漲幅速度最快的地方 買房 所以 這些錢你沒有辦法 你說有多少錢是中國大陸的錢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說不清楚的一件事 就像 李嘉誠 當他把大陸的房子給賣了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理由 其實說不清楚 社會事件 我們要小心 一個關鍵在這裡 社會事件是這樣 每一個事件的發生 有很多種說得通的理由 你不知道哪幾個實際上有發生作用 他們通常是共同作用的結果 你不知道每一個作用因素所佔有的百分比 這是第一個事 第二個事 中國大陸的熱錢 熱錢泡沫 這個事情 中國大陸有一個經濟學者就這樣講 他說 第一 我們如果用房價負擔比來看 我們用 這一個銀行余販款 比率來看 中國大陸各省級銀行 的 這一個 財務狀況 那 幾乎平等 都應該是最差的一等 但是國際上呢 有另外一個平等的方式 叫做常債能力 假如他的餘放比很常高 但 他 有人替他提供擔保 一定可以把這些債務全部打死 打平 那 這些債務就一概不算是 他的 負面的成績 如果 油脂 來算 中國大陸所有省級銀行 全部都是5A 你要怎麼講 所以我有 我 我有 有些數字讓我能相信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炒作已經過頭 是 你從 房 所得負擔比來看 他是 過頭 但 中國大陸的房價還會不會漲 我不敢講 他是可以被人為炒作一直炒上去的 就像台灣可以這樣子惡搞到這個程度 我們一定要講惡搞 還有難講誰比較惡搞 你中國大陸搞到現在幾個院俠市 三個還是四個 三個 反正只有 三個還是四個我拒不得了 台灣有五個 六個 然後呢 新北台北跟桃園還三個連在一起 我們的高鐵只有三百多公里 我們有18個站 其中南港 南港台北跟板橋 三個不只連在一起 還有捷運還有台鐵 還有公車 叫五軌共購 鐵 五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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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什麼 人家說叫草地皮啊 草到什麼程度 草到大概一兩個禮拜前 那個什麼機場捷運要通車 地圖很恐怖耶 那個角度 我們開車就很恐怖耶 從那房地過看起來好可怕 那個軌道一定是更恐怖的 一定是要去的 不只這樣 掉通車 新中房價繼續再跌 新中房價早就好過頭 房地產 房地產 你可以叫基本面炒過頭 實際上很難講 因為政府在後面一直 一直在後面支撐嘛 只要政府繼續投資下去 大家就會觀望嘛 這個叫做 叫做這個 我忘了那個經濟學的術語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大家都有信心 他自然 大家都喊漲 他一定會漲 大家都喊跌 他就一定會跌 他不需要基本面 不談這個事 中國大陸的整個 全景是怎樣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所以我才一直跟人家講說 看中國大陸不能眼見為平 那 這個美國人說 美國人有這樣一個說法嘛 當一個國家 所有的 各社會上各 各個層面的領導人 都急著把錢搬走 在美國 買房地產 買綠卡 的時候 我不相信那個國家會 在 就是會贏過美國 他們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日本也曾經 有一段時間在他的那個 開始那個 泡沫之前 他們也是 拼命在買美國嘛 那時候美國有在講說 日本正在 巴音的 United States 那個時候 日本那樣狂買美國曼哈頓的房地產的時候 沒有人說 日本人是為了逃難 不相信日本 而去美國 你現在憑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 買中國 美國房地產 就 認定是中國人對他自己未來沒有信心 信心是什麼 日本那個時候應該講說是 公司或國家的力量 比個人還得多 那中國大陸現在是 當然他們現在也買很多公司 可是他們個人就是當老實講說灰色經濟 他們那個地下經濟 其實像中國大陸 大家都找外賣房子 可是他就是有辦法有在 北美 光是買房子那些錢 你真的懷疑說 那個錢包怎麼出啊 不是 美國人把他解釋成說是因為 用腳投票嘛 不信任大陸 所以去美國買房地產嘛 為什麼不能是單純就只是在炒作房地產 是啊 也是有可能是炒作 對 也有是炒作 有的絕大部分 對啦 老實講 沒錯 很多 應該是講是雙重作用啊 我看到的絕大部分這些老闆 就是說 因為錢賺 夠多了 那他 在國內 就是說國內的投資 包括說房地產 像我有認識一個老闆在深圳 我就說你幹嘛跟我們做生意 做生意你還 喪你元氣 他只要 那個 炒樓就夠了 那可是他可能自己錢 多到某種程度 他覺得說那放國內可能 不見得 所有雞蛋要放你 所以他就往 國外放 然後同時 自己的小孩也是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 能在國外深入國外深 就是這樣 絕大部分聽到的是這樣 當然這是老闆急的 這個事情我覺得 要稍微小心去詮釋 因為 在 台灣前一陣子 有一個叫微信上的中國 我覺得那個網站蠻有趣 可以去看看 微信上的中國有一篇文章 是台灣人寫的 是 罵 罵 罵罵 或者罵 罵台灣的某一種論調 台灣有一種論調 是說台灣的這個籌資環境 不如美國也不如中國 那 這一個人他 他對於這個論調 他很不以為然的 就罵 他罵的說法是 是這樣 他說 你在美國 提一個 開公司的計劃 你直接就可以告訴人家 我的市場 你一旦在美國 成功了 你就等於 全世界都成功了 那如果你是在中國 你在中國一成功了 你就有13.8億的市場 你不用在 別的國家成功 但如果你在台灣呢 人家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在台灣你有辦法活嗎 那你活了以後的 第二個問題是 台灣市場這麼小 你有把握可以 攻佔美國或者中國嗎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是叫做 人家中國人天生就是擁有中國市場 我在講的是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對這一個 許其如跟他講的那一個學長 他們在台南沒有到那麼寬廣的 多層含義 他們就是 我們當年留學生回台灣 也不是代表說台灣 什麼什麼都跟上外國 不是指那個意思 是說他是一個 可被選擇的地方 所謂的可被選擇是什麼意思 你的才華可以得到發揮 才華可以得到發揮 所以我們就用這一個 許其如的案例好了 他是個律師 他如果是打國際法 大陸就只有一大堆國際法的發揮空間啊 因為他跟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在往來啊 以他的另外那個學長是做計算機科學 你要搞網路上面的技術 我們就好不懂 Big Data 全世界最有資格玩Big Data 只有兩個國家 對啊 美國是玩全世界 中國只要玩自己啊 所以 馬雲 馬上可以玩Big Data 台灣跟人家講 跟人家在那邊玩什麼Big Data 他沒有Data 還什麼Big Data 所以 養本數太少 你那個就不叫Big嘛 你就是叫Data 你不是Big Data 所以 你沒有那個意義嘛 他們隨便一個 一級城市 就跟台灣人差不多 沒有啊你想想看嘛 村運號稱 地球上最龐大的人類遷徙活動嘛 所以他真的需要Big Data 對不對 他事先必須要知道 整個你從logistic的觀點來看 拜託整個後期那個調度供應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 好 他們真的需要 他們可以從裡頭得到好處 得到賺錢的機會 對 學計算機科學的人回到那個地方去 他 不必然 他不見得會有一個Google這樣的公司 他不見得會有一個Amazon這樣子的書店 但他在大陸可以玩的各種複雜的那一種 創意的發揮空間 太多 而且 靠創意賺錢的空間 太大了 所以 這個是他們跟台灣一個非常大的不一樣 叫做什麼 他們的頂尖人才已經有發揮餘地了 這我剛好上上禮拜出財 就是去大陸看一家公司 那他是做 就是 因為我現在公司在看一些 就是比如說比較 偏那個 睡眠相關的產品 那我看那個公司 其實那些主旗室的人 說這個年紀就比較小 大概我看就是幾個 幾個Founder都是PhD 然後年紀大概就是40以下 那我看他們一個最新款的產品 他 最新款的一個產品 就是一上市第一個月 一上市第一個月 就出貨出10K 就是1萬套 我就想 哇 好厲害 因為這個其實對我們做台品 第一個月出來 就 就有 辦法 在台灣這個市場說真的我們很難想像 1萬套 我就想說 全台灣 你很厲害 你50個點 1萬套 你一個點要賣多少個人 那一天要賣幾個 2萬套 就很恐怖了 可是他們對 所以就是 真的他們很多時候就覺得他們大國的思維 其實跟我們台灣 真的是 就說 差很多了 他一想 就是說他那個市場的單位 就是跟我們 就是 差 一格到兩個零 真的 然後他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他這樣的公司 他第一個月 10K 他可能生意就做起來 公司就活下去了 可是在台灣 因為你弄公司你就是一定要到一定相當的規模 可是你在台灣 你做一個月 做不到1K 對不起 做不到1K 你可能公司再兩個月就掛掉 因為公司 就是說你要搞一個公司到相當的規模 有一個基本的人數 對啊 那你在台灣可能這樣的公司就活不下去 可是在那個地方 他們就有機會 就是說 我會覺得他們大陸現在的年輕人 成功的機會相對於我們在台灣 是高很多 真的是高很多 就是說 就是講說那邊的土壤 就是 欸 但是又得要小心 看中國大陸我覺得很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那要非常多元的角度 要不然都很容易以偏概全 我馬上接下來 他們有一部 林徐劇很有名叫 北上廣不在乎你的眼淚 北京上海廣州 不在乎你的眼淚 太多人在流淚了 他在講就是這三個城市的那種殘酷 所以 在中國年輕人創業的空間非常大 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多 對不起 失敗的當然多啦 失敗的當然多啦 不必然有你的機會 那這13.8億人口中的精英成功的 你在那 你在2300萬人排到那個13.8億人口裡 你排到幾啊 這一點 你就很有機會到那邊去變乙族耶 這一點我就覺得我們台灣人又輸一點 就是說 現在我們台灣人喔 說我半天還可以嚇死 就是說 大陸我發現他們覺得要不然創業的人就是一個心態 大不了我就回老家 我來深圳一無所有 做輸了 一無所有 大不了回老家種地 就是這樣 可是台灣現在不是 台灣現在年輕人 寧可去上班 我找一個好的公家單位 我之前去拜訪過那個職車會 想要去找職車會 看我們一些比較優秀的人出來 裡面的老闆跟我講說 對不起 現在要他們spin-off 跟要他們的命一樣 這些人進去也不想出來了 是 這就是台灣人現在的心態 不願意試 因為想到失敗 可是就是像老實講的 他們 其實他們失敗的機率 他們失敗的機率也很高 他們失敗的機率也很高 可是就是 他們再起來的機會 可能相對來講 我認為 郝鎮忍 郝鎮忍 你忽略另外一件事 大陸的市場有另外一個特色叫 市場的 層次性跟多樣性 對對對 台灣是 同質性太高 所以 我們台灣 因為同質性太高 又是成熟市場 又是成熟市場 所以台灣基本上活得下去都是比規模經濟 你去看 雷亞雜誌的統計就會發現 活得下去的企業的資本越來越高 新狀企業的資本越來越低 所以新狀企業的失敗率越來越高嘛 因為我們拼的是規模經濟 但 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 憑什麼 憑借來的錢啊 誰借得到錢 官松官 不是大公司 是官山公西 他是官山 官西使他可以借到錢 不是因為他有錢 他因為他可以借很多錢 所以他玩很多錢 所以他可以借更多錢 所以 台灣是一個最典型的 世襲資本主義的社會 好 大陸 馬雲的資本也越來越龐大 所以他吃了中國大陸 最肥的那一塊 問題是中國大陸 太多了 層次性太多了 所以 那個大塊肉 中塊的肉 小塊的肉 零碎的肉 他可以容許各種不同的層次的可能性的存在 跟台灣另外一個不一樣在這裡 人家他可以回去種地 台灣的城鄉 已經距離近到 這麼近的這個情況下 你城市活不下去 你回鄉村 你活得下雨才怪 這樣不能 當然我那個是 說說 台灣現在的年輕人 比較不願意去 可是現實上 他就是比較沒有機會 對 就是 對啦 沒錯啦 所以現在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市場 的這種 一個是大 另外一個是多氧化的 所以我 之前我記得 跟大家分享過 就說你在中國大陸去買車子 好幾百萬的一台車 一堆人買 一台三四萬的車 整個鄉村到處跑 所以他那個中間的那個 集聚的分 分布是 台灣是 所以我就想 台灣人沒有辦法想像 真的他們那個又是大國才辦法 這樣搞 台灣哪有可能 台灣就是 上海 我就上 上海禮拜就講 上海 有人是 餐餐 均銷 台幣三四千元 有人是 餐餐 均銷 台幣 三四十元 可以差一千倍 我才在說 台灣的頂級大老闆也是 我說那個不算 因為我在講的都是公共消費場所 我在講的是 百貨公司頂樓 跟社區裡面的那個消費 你就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就差一千倍 他說很恐怖啊 台灣你看得到的地方 大不了差個一百倍 都還不到 幾年前那個時候還沒打色的時候 更 那個時候吃喝國家的錢 好 這是另外中國大陸 接下來又另外一個好玩的事 我最近讀了一些外 外電的 評論 還有邀請大陸的學者去評論 大家再談一件事 習近平打攤是打真的還打假的 打下去會有什麼結果 我不想從頭講一大堆複雜的事 反正呢 大家觀察的重點 一 習近平 習近平打攤是有選擇性的 第一 不打省長級以上 也就部長級 省長那算部長 政府部長 政府省長他不打 省領導人他不打 所以這第一個選擇性 第二個 他的人不打 對面的打 所以人家就又說 習近平是借打攤之名 行 整肃益己之實 我們搞不清楚實際狀況 可是呢 這裡頭有一個很有趣的論調跑出來 這個論調 我覺得很有說服力 習近平不能打省長級以上 為什麼 這些人不見得都是他的人嘛 因為 習近平要靠 縱容貪腐 換取效忠 效忠 但是這個很有趣喔 我跟你講喔 對我很有說服力喔 我馬上 後來跟我太太講 第一 明朝就是這樣 明朝就是 觀想不足 縱容貪償枉枉法 你不要講說這個是落伍喔 回過頭來 用資本主義的術語叫做什麼 各地 總經銷商 可以有業績紅利 這就是他的業績獎金 應該 老實講的我覺得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也不能太過頭了 比如說像 最明顯的歷史 柏西來 柏西來在 重慶做得多好 你現在到 大邊去 重慶人還是跟你這樣 可是就是 對不起 你暢紅 你就是跟 黨中央作對 你的勢力太康大 就把你做掉 就是我是覺得現在台面上可能這些人 還沒有到 威脅到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現在還想再連任 看是怎麼搭這個橋 我對 各別黨派比較興趣不大 就是說對這國家整體而言 一件事 我們從資本主義的立場看 一個 跨國公司 在各國社分公司 你如果不給各國分公司 任股權證或者績效獎金 你覺得你玩得下去嗎 玩不下去 那中國 13.8億 中南海如果不給這群人好處 管得了嗎 不了所以以前中國人說 天高皇帝遠 所以 認真思考這些事會覺得 天啊 那個國家大起來的 那個難管程度 不是我們能想像的 所以你看 中國大陸從好的不好的各種 我們不能 我們從台北看台灣已經是個笑話 從台灣看天下是一個非常大的笑話 我們如果老是以為我們 背過中國歷史背過中國地理 然後我們可以從台灣看中國 差太遠 我最後 最後還是覺得 我們因為他們跟我們關係對我們影響太深 我們不得不客觀地了解中國 否則的話老實講 我覺得中國不是台灣人能了解的 對 就加入他就好了 不用了解 就是打不過他你就加入他 這樣我們就 就有希望 那 那個也是中國人的說法 台灣人的想法就是 阿Q一點 我們就躲在這邊 看他們可不可以不打我 不要去刺激 喵人家就好了 我真的 我看13.8億人口 雖然說有很多好處等等等等 我自己真的是 寧可台灣少一千人 真的我覺得兩千萬人太多了 少一千萬還是少一千萬 少一千萬 台灣變成大概一千萬到一千兩百萬 然後好好學北歐國家 把自己搞好 我上次也講了嘛 丹麥的GDP老實講沒有想像 沒有明目上看的那麼好 其實 一個國家社會不見得情緒要多到那麼多 台灣20 明目所得還是實質所得 都差不多 都是20 21 真的 我上次看有一個 住在丹麥的人寫的 我們比以色列好 以色列是50% 他說他們 就是一般薪水階級 在丹麥要繳稅50% 一般喔 然後你去外面 去做第二份工作 不管那個什麼工作 第二份工作也是50% 40%到60% 所以他的說法是說我們講起來他們福利很好 但是一般講起來 在那邊過日子過生活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福利好那個錢怎麼來 一定就是納稅人的錢 不是他意思說 一般薪水在丹麥 過日子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沒有 福利 真的我覺得福利是一種 集體保險 所以 講福利不應該從 讓付不浪費錢這種角度談 我覺得那個都是很荒唐 是我們希望社會是怎樣 那是一個社會願景社會發展目標的問題 我意思是說他們薪水高 但是繳的稅也多 所以 那個物價各方面算起來 像麥克斯書來講 其實台灣很好 不不不 台灣我一直在講 台灣其實就主要就是一個問題 不是講整體 台灣的主要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壓榨勞工的農民 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是因為這原因 其實台灣其他的事情我覺得還好 不過 總的來講 台灣其實很多事情不好啦 可以改善的空間是非常大 但是總的來講 我覺得台灣的問題 並不在於人口 不夠 或者國家太小 雖然我剛剛講 你13.8億 所以提供他們年輕人 非常多的發展空間 瑞典也一樣啊 瑞典 因為你國家曉得最大的壞處是什麼 產業分化 不足 所以你一定會有一些頂尖的人才 不得不到 國外去 這是一個 小國必然要面對的問題 那瑞典 是一個 很重要的人口出口國 可是他從北歐 他是北歐四小國中 把人家人口 人才抓進來 所以他一部分流失到美國 一部分把人家抓進來用 他大致上還均衡 丹麥的話 那就蠻嚴重 他其實是在北歐 他是人才流失的國家 所以他需要 從亞洲去抓 人才 那當然也可以從亞洲 抓一點點 人才 我覺得不見得 人才需要多 多到非常非常多 所以 我們比較大的一些問題 其實是 來自於比如說 你對國家的信任 你對政府的信任 你對 未來的 這一個 安定感 那 教育能不能 其實在經濟學裡面 經濟學講非常非常複雜 其實經濟學只有 最簡單來講 他只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呢 就是生產 第二個原則就是分配 生產其實它非常簡單 只要你的教育跟你的制度合起來 都能夠人盡其才 你就會有辦法達到你生產的極限 那 好像是 誰說 我 我的教育的理想是派10%人當國家代表隊 我教育當然不會這麼狹隘 我在講那個國家代表隊的意思是說 一個社會應該要人盡其才 讓每個人有選擇 那 需要把數學搞很好的 只要10% 結果全台灣所有人全部在那邊 拼數學 我在講的10%是指這個意思 不是說只有10%人需要學數學 大家都要學數學但是不用勉強 就 也不是很輕鬆 我一直都反對 快樂學習這個概念 因為 學習的核心 就是自我提升跟自我突破 自我突破一定要鞭策自己 所以我一直提倡的叫用心學習 不是快樂學習 我不知道哪一個白癡去提倡那個什麼快樂學習 全台灣人都快樂學習 全台灣人就完蛋了 那 所以 其實就是說一個社會 你有辦法讓所有的孩子叫做 我用心學習 我用心學習的前提下 我想學什麼就學什麼 不要 不需要委屈自己 不需要 恐慌 有辦法可以讓每一個人 從求學一直到工作 他都不需要委屈 不需要恐慌 只要 用心就好 那我相信這個條件 其實是蠻務實的條件 但是你 你如何打造一個台灣 讓每一個人 有辦法這樣子 那這裡頭就其實是非常複雜的事喔 包括比如說 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我們 我們的很多的不安全感 是來自於人跟人之間的不尊重啊 人跟人之間的彼此的践踏啊 人跟人之間彼此的視力眼啊 對不對 勾心鬥腳啊 所以 其實是要 要通過教育去培養一群 新的人類的品種 所以 讓大陸有信心 讓 大陸的人可以安心去做他們自己 讓他們去思考他們自己的美夢 一帶一路 兩帶兩路 三帶三路 隨便他幾帶幾路 對不對 他們去發展他自己的社會嘛 我們好好的發展 我們就是這一千萬人 或者兩千萬人 慢慢變一千萬人 我們好好去思索一個屬於自己的願景 然後去發展出一整套的價值觀跟制度 讓我們達到 教育上是人盡其財 然後企業也是 人盡其財 然後達到這個極限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可以留在台灣了 這裡頭可能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是極端特殊的人 比如說 李遠哲 有能力拿諾貝爾獎 那就不要在台灣拿諾貝爾獎 你就 去美國嘛 對不對 那 美國成為他的一個可選擇 然後 也許他年紀大他要回台灣 他是一個可選擇 這樣就好 那如果說是這個目的 其實我覺得台灣離這個還非常非常遙遠 我剛剛講說愛台灣其實很辛苦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對於剛剛描述一下的這個前提下 我覺得台灣需要做的事是非常非常的多啦 教育上面必須要去教導孩子 懂得人跟人之間的對待 人跟人之間的尊重 然後產業必須要肯爭氣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黨很爛 產業很糟 網路上的鄉民很蠢 所以我有一天 一個朋友來找我 我氣的跟他講 我說 其實我很 我很不願意跟這一群人當同胞 累死 我 那個 微信上中國還有一個新聞 最近 大概我不知道你們可能也注意到了 台灣好多的 過去的名牌企業 紛紛敗退有沒有 你說 西進 就是到大陸的 到大陸的 敗退回來嘛 對不對 好 這個 阿元肥皂 有感而發在微信上中國 被轉載了一篇文章 他就在 隱約的批評 那些大企業 財大企出 早期利用大陸人對台灣人的好感 大賺其錢 早期台灣的 品牌在大陸是跟 進口貨同一個等級的品牌 超好賺 但是呢 只想賺 短路的錢 短線的錢 不願意 用心 用情感去做 倉級經營 阿元肥皂這樣講他嘛 那裡頭講了一大堆的質問 其實背後就是講說 阿元肥皂成功 我看了這篇文章 你知道我的感想是什麼 阿元肥皂搞錯了 這些大企業 才不是 敗下陣來 他們從開始就沒有打算要長期經營 從一開始就是準備撈了錢就要走 這是台灣企業最糟糕的一件事 我們到現在這一批企業家沒辦法換下來 錢資金決策 通通都在他們手上 就通通都是要撈一把錢 我經常在 以前後來懶得在看電視就是這樣 每次一採訪企業家 就是 好啦跟你講他過去 如何如何的風光 爺爺如何風光 賺多少多少多少錢 然後接下來就是 現在年輕人的都不敢吃苦 我也不缺錢 你們搞得我這麼難做 反正我也不缺錢 就收起來不做就算 這是什麼 人家經濟學講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是冒險反難 台灣這些 這些沒有企業家只有生意人啊 台灣這群生意人是誰要冒險反難 全部都在賺價錢啊 撈一筆 這裡可以撈就撈一筆 那裡可以撈就撈一筆 都同一個狗頭產嘛 反正三代也吃不完 會讓台灣整個社會最後 敗得非常淒慘的 這一條是最大的一條 因為你光是這件事情 你卡住了資金 那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台灣是一個成熟市場 誰卡到資金 誰就贏嘛 誰要不到資金誰就輸嘛 沒有人在管你創意 沒有人在管你創新 因為 你根本 沒有那個資金 你連第一步你就過不去嘛 所以台灣有些中小企業 確實有些創意 甚至好不容易站上了一個 市場的一個小角落 來一個不景氣 就收談 我聽過好多這種故事 那資金就沒有辦法 可持續的用下去了 所以台灣現在其實是在 經濟學上來講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狀況叫做 資金嚴重的錯誤配置 這問題很嚴重 我們的資金錯誤配置在 第一在房地產 沒有被使用的房地產 第二 在 沒有能力好好運用他的人的手上 有一個經濟學者跟我講 他算過 台灣這幾個大企業的 資金的使用效率 一致敵讓他 撐目結實 是非常嚇人 這個事情在卡著台灣 讓台灣沒有辦法朝 我說的方向發展 不只這樣 當台灣 不能再往前走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陸那一輛 輾路機 一直開過來 而且後面還跟了一輛叫做 印度 因為全世界的勞動力生產過 供應過剩 其實大家都在搶工作 別人在搶你不搶 最後你就是輸了 你就是沒有工作 不過 唯一 令人感到慶幸的是 因為看不到台灣的未來 所以大家不生小孩 所以一百年後台灣人口才有機會見到生一千兩百萬 好慘 那從這裡到哪裡 到底台灣要怎麼過 我已經 花好多腦筋 真的 想不出來 你不是不生人是生物嗎 這次去金門 遇到兩個大夫人四十歲 就是也沒想到 一個是 重慶的那個 美術學院的 他說他考 做事進去的時候 一百多人只取一個 在英國那個 Open University的網頁上 有人講了 真見學的一句話 他們就是回應那個 中國的老師不是講嗎 只要你們英國取消了社會福利制度 你們的學生就會開始拼起來 那他們有人回應一句話 中國這個社會是很殘酷 你只看得到少數活下來的人 其他 冒不出頭的 都很精彩 就是 他們的 頂尖的人才有非常多的選擇 大概百分之 最前面百分之十的人 的選擇性遠超過台灣 但他們是為了 至少一半的人 選擇的機會遠少於台灣 甚至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 選擇的機會遠少於台灣 我剛到上海 找不到路 常常問人 問那個店員 就離他的 店大概十分鐘左右路上 他不知道 很有名喔 什麼叫田子 田子什麼 一個是新天地 一個叫田子坊 田子坊 問他新天地在哪裡 田子坊在哪裡 不知道 他不想理你啦 他不是不知道 有可能不知道 他們很多人不想理你 就說不知道 就把你打他走 0端 真的啊 你要去查他們的薪水 跟薪水沒有關係 有 有 他們的薪水 吃飯 把吃飯那些弄完 然後要寄給老家的寄了 他根本沒有錢去這些地方玩 老師你問到 第幾個人才能問到 你問到第幾個人 田子坊已經是便宜的地方了 你在那天坊很破落了 太多了 你問到第幾個人 老是問到第幾個人才知道 王夫琴那一塊啊 那就新天地啊 零段 王夫琴東西沒有很貴啊 零段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大陸人的多樣性 你去那一邊 你是 是什麼 是董作夫人還是什麼的 不是啊 不是啊 你現在你是有錢人 不是 不是啊 我們在那邊都算貧窮的人 對 台灣人去那邊現在不是有錢 不會啦 我們還好啦 貧窮的人啦 他開的那個那種車子啊 在杭州 大概是偷到他等級而已 我後來 後來聽人家講他們那一邊的那一些 飯店的員工的薪水喔 我先忘了數字喔 真的就是 低 真的就是低到 沒有娛樂費喔 低了 他們的房租 他們有 你講的 老實講的 就是 那個有些是包吃住 包吃住然後扣掉他們的 那個 社保等等的 所以他真正自己拿到手的 不到兩千塊人民幣 甚至更低 你不包的話也一樣啊 你還是要出房租的錢啊 你在北京 你在上海 你就是要出房租的錢啊 就是 酒店那種 飯店的 通常都是包吃住 全部扣掉還有兩千塊人民幣 不到了 應該是不到兩千 應該是一千塊人民幣 我是在那個上海那個什麼城隍廟的門口 問了好幾家 很熱鬧耶 那會不會是臨時工 店員啊 店員 你問好多個都不知道啊 他覺得你不 跟他買東西 他不想花時間跟你談話 那是一種 可是我覺得那個表情不是 我覺得 我看他那個樣子他真的不是 他們不想理你的時候是 你說 先生先生 請問請問請問 所以 待吧 坦都不看你啊 他才不會跟你講說我不知道我沒聽過 他是懶得理你的 懶得理你 就叫做懶得理你 怎麼還會有那樣子才講那幾句 所以 那個地方的差異 對 鄉下來 真的他沒有離開過 他們差異很大了 所以 他們的 一半以上的人 那個人生真的沒有什麼選擇 我跟你講看上來覺得很 很替他們難過就是這件事 其實都是外來的人打勾宅啊 上來單地都很有錢 拜託 林段 那些人有多少 那些人有多少 很多啊 都是打勾宅 都是外地來的 他們說兩億人生活 所以那是外地人很辛苦 在貧窮線 才兩億嗎 我看不止喔 貧窮線 貧窮線一下 我們選擇不止喔 不止喔 你要說兩億是中產階級 我覺得比較接近 他們大概只有六億人口脫貧而已 還有六億在貧窮線下 應該差不多有這麼多 所以他們選擇性其實是不多的啦 他們不是前陣子還有個慘案嗎 就是甘肅的一個農夫 殺死自己的四個小孩 脫貧不了 活不下去了 對 真的活不下去了 不過我一天還遇到在那種問答上 就是那種14歲的 那真的叫生不如死 14歲 他就覺得他脫貧無望了 他說他想要自殺 就是他不想要拖累他爸爸媽媽的 線上還在問說 欸你還有電腦 他就說偷偷用的 可是我覺得我真的人生無望 我要認真地告訴我一個怎麼死的方法 所以之前台灣有富士康那些事情 對啊 我覺得他死了 他家裡本來有失望 李老師 有沒有大革命是全中國嗎 還是言難比較嚴重 嗯 那個 差異好大 對 各個地方差異很大 因為我兩年前去西安玩嘛 我不曉得那個 那個司機是撲弄我的還怎樣 因為他們那邊很多古機是保留非常好 我說這文革都沒有被破壞掉 真的沒有 很多 他說我們這裡沒有文革 文革在沿海 沒有啊 西安那個是文革以後才挖出來 西安他不是 我說 建築物人啦 他說建築物人啦 我不是講那個啦 那個那個什麼 不是文外 不是文外 不是 那 看運氣 非常嚴重的看運氣 有 對非常嚴重的看運氣 那大致上是這樣 農村 比較沒有被動到 農村沒被動到的比率很高 但 裏頭還是有少數人就是被點名 就完蛋了也有 那 那 特定的大城市 那北京是最嚴重的啊 北京就不是 那個沿海啊 也不見得沿海都是 是 所以到底有哪幾個城市不知道 所以到底有哪幾個城市不知道 但問題是這樣子喔 人人自為 就鬥到多凶 各個地方不一樣 可是人人自為 像我剛剛講那個我很喜歡的那個經濟學者 他是 他很好笑 他是 研究 馬克思思想 然後呢 相信 因為要徹底懂 毛澤東 一定要徹底懂 馬克思 然後呢他又對 毛澤東跟馬克思之間的東西他有很多的不了解 因為就是中學生 他就自己寫了一大堆的問題 所以一大堆的問題他又沒有人理他 他又希望有人可以告訴他答案 他就把他的問題 到處去寄給他的老師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學 結果這些問題通通被當作對毛澤東的批判 就他文革的時候被弄出一整本書 然後說他建了一個黨 說他建了一個黨 要反毛的一個組織跟一個黨派 他就這樣被 一個人在鄉下 沒有任何人逗他喔 是他原來的一個很好的學校的 那個系統這樣 一路就這樣一直逗逗逗逗下 那 可是還好就是說 鬥歸鬥 當地的鄉下人不會來找他麻煩 所以比如說 鬥他 那就指令要鬥他 可是那鄉下人就覺得都市人很無聊 所以指令來了 然後呢就跟他講你要被鬥 你要修 要什麼什麼什麼 改過什麼什麼 但是 沒有空理你 對沒有空理你 然後就比如說 好吧那 這個 今天羊沒有人管 你負責放羊 然後他放羊他就開始去讀他的電機的書 所以他就在下放勞改的過程裡面 把電機系的 高中的課自己自修完畢 把電機系的課全部自修完畢 還把 把一本應用電子學 拿來 英文本讀完 然後因為這樣學會英文 然後他被鬥得最兇的時候 剛好死了一個人 然後 這一群 有從都市來的 就是那段時間有都市來叫做串聯 來監督他 那監督就是要他反省 你要他什麼反正就是折磨就對了 那這一群人呢 欺負人膽量很大 那那個 他們到底有很多的迷信嘛 比如說什麼 什麼大戀小戀之前不可以有貓走過什麼之類的東西嘛 所以就要有人在靈堂守著 沒有人敢守靈堂 那他每次沒有他就自願守靈堂 然後守靈堂 他說他那個半夜讀書效果最好 那讀完有白天那就可以補睡覺 那那段時間讀了最多的書 也有這樣子的情況 可是喔 非常多當年的 中共的老幹部 上吊自殺 那些老幹部基本上都是在大指示 不會在鄉下吧 多半是大城市鬥得比較凶 因為我剛才徹底去找那個 逼底啊 都沒有寫在哪裡 想說全國 然後到城市的話就是 上海啊 北京啊 那是最 那是最熱鬧的地方 對 那大全體就是鄉下鬥得比較沒那麼凶 都市人啊 誰怎麼出去 就是你那個朋友要怎麼去英國的 他們不是要留學嗎 我在1987去的時候 那時候我對他們的人印象就很不好 就是很清楚感覺到這個人防著那個人 那個人防著那個人 每個人都防著別人的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時候能出去的 已經是一個過渡期了 有一票 就是黨幹 但是 但是比較年輕的人之中 也已經有 申請到英國的獎學金 對啊 這樣出去的也要 就是 考狀與考上 國家考試 送出來 不過那種考試不知道會不會需要又紅又專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他們可能有政治 他們就像不又紅又專 在那個時代 就老師你剛剛講 因為我自己遇到的 大概是 就是那個時候 天海門事件之前就出來的人 他們出來之前 一定都要受 這個 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是從小到 他一直在改造 就像我們三民主義改造到後來 少年都忘光了嘛 所以 我們蠻失敗的 對啦 我們是改造的很失敗啦 我根本就記不得 我唸過三民主義 我只是知道我唸過三民主義 我完全無法想出來我三民主義 比如說 課本多大 本質多大 什麼顏色 什麼以前印象都沒有 我那個一連印象都沒有啊 老師那時候沒有考什麼 三民主義深論題嗎 有啊 我連考題目 考試題目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記不得啊 一點印象都沒有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我其實在講中國的每次跟人家講最後的結論都是叫做 他的差異已經太大了 我覺得大家自己在談中國事喔 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不要老是看不起人家 我們很快被 我們不是很快會被人家看不起 我們已經被他們的一部分的人看不起了 然後呢 三就是 台湾可不可以自己安分手舉把自己搞好 我們真的很多事情都需要 更好 而且其實本來有機會更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看著他一直往下 企業也糟 政治人物也糟 一塌糊塗 好了 今天 談這話題就到這裡 因為 我不想說 可不可以